上去找一个最好的方法 把它放大一下 因为这个太小了一点 OK 把它放大 那分别结取长官高 这个顾名思义啦 其实这个地方呢 分别一个出生歌里面有三个瓜糊 那我如果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瓜糊里面的结果呢 利用函数来做的话 那你会发现用函数来做 公式就非常冗长 要串很多啦 所以呢 我是建议以像这一题来看 其实用函数解 似乎不是很好 而且没有效率 解的公式也很冗长 所以有些事情 如果呢 函数太难了 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内建功能 其实这一题呢 你可以换个方向 像这里的话 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一个功能 叫做 资料剖析 有时候反而更快 资料剖析 OK 那当然如果说呢 像复杂的问题啦 你如果里面没有功能 然后呢 函数又很复杂的话 这时候你用VBA 有时候反而更简单 这一题其实也可以改成VBA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做资料剖析的话 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哦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资料剖析 假如说我今天要把这里面的资料 其中刮五里面的资料 帮我剖到后面的三个储存格的话 那其实第一个 资料剖析之前呢 请你把要剖析的资料范围选取 所以从B2选到B8 第一个 B1不要选 因为上面栏外面 我们要剖 把要剖析的资料选起来 2的话呢 资料剖析 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资料剖析还蛮好用的 里面的话 它问你说 你要剖析的资料 它的分格符号在哪里呢 不过分格符号 它只能一个 是豆点 还是TAP 还是其他的 不过你会发现我是刮虎 刮虎有前刮虎跟后刮虎 那你岂不是要剖两次吗 你想说分格符号如果不OK 那固定宽度也不OK呢 看起来好像它的宽度好像是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我们用固定宽度好了 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要剖析 不过特别注意 所谓的固定宽度 就是你要告诉它说 你要从哪边剖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在上面这边 就是有个尺 请你点一下 它会有一条线 请你在你要剖析的前面 跟你要剖析的后面 所以长刚好是这个范围 宽的话也是这个范围 不过特别要注意要点准 如果你点不准的话 比如说你点到太前面的话 要找到吗 资料剖析 第一个先选取B2到B8 第二个再用资料剖析 那如果你点Y了也没关系 假设吧 比如说像我现在点Y了 它有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你移动 比如说你点Y了 你可以移到后面这边来 其实可以再移动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点Y没关系 还可以再移动它的那个 你要分隔的地方 所以其实刚好这一题 它的宽度是有在固定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们像这种长宽高要剖析的话 用资料剖析相对比较简单 下一步 再来的话你可以告诉他说 我要的资料是中间这个区块 那特别是前面的部分不要的话 请你用不贿入此栏 这个不要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不要 不贿入此栏 这个也不要 不贿入此栏 后面也不要 你把不要的告诉他 特别注意哦 不贿入此栏 OK 不会贿哦 所以这个不要 这个中间都不要 OK 留下来的就会是怎么样了 就会是长宽高 OK 那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呢 按完成之前请特别注意 它问题是说 那你要把长宽高这三个栏位 帮你放在哪里 OK 目标储存格呢 请特别注意哦 请你一定要放在 它预设是B2 请你把它改成C2 如果你没有改对的话 它把你旧的资料盖掉 OK 它放 变成 它的长宽高变成BCD 我们是放在CD1 而且记得一定是B2 接下来呢 请你按完成 OK 不过他会问你说 要不要取代目标储存格的内容啊 因为里面是空的没关系 就按确定 好 这时候呢 它就帮我剖开 你会发现 它长宽高呢 就在瞬间呢 帮我全部都放在指定的储存格里面了 OK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啦 反而不见得 一定要一直想说 要怎么样去钻六角尖 去使用什么 反而这个方法 资料剖析有时候反而更快 但是呢 如果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我希望呢 这个我每天都要剖析 会有新的资料进来 那我还要剖 那我不如把它录制成聚集 假设啦 我希望呢 以后我会有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清空 一个按钮的话呢 是帮我剖析 自动把这里面的资料 剖到这边来 OK 那我如果要产生这个按钮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不外乎什么 你用录制聚集可以完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动作怎么样 先彩排熟练之后 并且试着用录制聚集 把刚刚的东西呢 把它录制成聚集一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看一下云端上面 我们也会有两个按钮 资料剖析跟清除 然后当然你可以 函数的写法啦 上面有啦 不过我不建议啦 因为你最后写出来 哇 会变成说你fine 然后fine 再fine 再一直往下fine 哇 那程式会非常的冗长 倒不如 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那其实目前看起来啦 用资料剖析最简单 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做完之后呢 帮我录制成聚集 诶 这边有两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我完成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录制完的节目